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攀陶大会乃历年盛会 如果不做 会令我感到天界不安的 嗯 话虽如此 可是攀陶近节哭乱 这攀陶会如何作得 嗯 可以太上道府东帅公的仙丹为名 做一个丹丸盛会 今兴所言甚是 陛下当可采纳 嗯 也罢 除此也别无他法了 此次丹元之会所请诸仙与上界相同 而等当速办妥此事 是 等等 陛下还有什么吩咐 不要忘记三界大护法 吾圣天尊使敢当 以及长乐险胜朱半斤 金身飞龙黄河思与大龙神傲身 是 陛下 重华宫关押的怪妖巨兽 不知为何喧闹不止 重华宫乃受三清神符震慑 终于你当自安才是 为何如此喧哗 怎么这两个日天际金主这些怪事啊 难道说是结束刀了 世尊 这堵乌云从何而来 天界乃清庄祥和之地 从未被乌云笼罩 未被一走 他终于可以来到阳间了 他陛下说的是谁 浩劫将至此乃定数 非我等之力之所能其样 他继续决定数 此结束也诸神皆不明朝 请陛下指示结束也有 千年前我在雪山修成石杖金身 而我的黑暗面奎缸却脱离我的肉身离去 至成此劫 五百年来奎缸处心积力想要得到肉身 返回人间 而今结束已到 我冠三界诸天皆难逃此恶 三百年前 五圣天尊石敢当 在泰山绝顶立下镇妖石 三界外诸邪随 竟不能进入三界 难道说 镇妖石也不管用了 镇妖石能够并确妖邪 却难抵挡结束海林 奎缸中夺是趁结束而来 因此镇妖石已奈恶了他不得 五百年前意识不慎地酿成今日大河 我只过瘾 难道 凭玉帝法力 凭我罗天众神之力 还能输给一个小小的陪刚 陪刚入室 就说明他的力量已经强大了 世间能够结此恶的只有一人 是谁 此乃天机 以后你都会知道的 以尔等法力难与葵刚相抗 切记不可造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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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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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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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